三藩市 PG&E上門檢查煤氣 居民如何識別真正檢查員 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日 也就是4號和5號 入陸區的居民 將會見到很多PG&E 太平洋煤電公司的工作人員 上門要求檢查煤氣有沒有洩漏 我們要檢查煤氣 確保客戶的煤氣沒有流煤氣 如果有流煤氣 我們要檢查煤氣 劉柏雄是PG&E煤氣檢查院 他表示因為日落區的住宅很多 平時星期一到星期五 常常會沒有人開門檢查不到 所以才會集中一個週末檢查 其實整個檢查煤氣流氣的過程 只需要一分鐘左右 問題在於由於治安問題 很多居民就會擔心 上門的是否真正的PG&E工作人員 所以不太願意開門給工作人員入內檢查 那究竟怎樣才能確認呢? 通常我們就有PG&E標籤 很多PG&E標籤的衣服 如果他們不相信我們是PG&E 他們可以問我們拿的ID 我們可以展示他 他又可以打上去PG&E的號碼 檢查看我們的ID 是否合適 是否我們的PG&E工人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 只有接到PG&E信件 或者電話短訊通知的用戶 才需要入屋進行檢查 在上門檢查當日 PG&E的檢查員還會背著一個 專門用來檢查煤氣洩漏的儀器 收到通知的市民 更可以打電話預約上門檢查的時間 PG&E太平洋煤電公司 中文服務電話 1800-893-9555 天后維持記者 梁麗娜 報導 到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